字幕提供下 李宗盛 郭文貴議員 贊助一下 李宗盛 郭文貴議員 不要緊 要不要緊 因為如果不跟你說 這非法無人 沒有 怎麼說 開張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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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付錢 這個你也有我 這個你也有我 風來不再錢 好啊 大位 大位 好啊 好啊 這樣是 好啊 好啊 有機會進來 各位老前輩 今天我想跟大家去看這個大張新的書 其實有很多歷史的背景 我還記得早幾個 我想在成年前 我有一次跟楊太太在那裡談 他教我很多歷史 特別講到風格的時候 有很多的歷史 很多事情我大開眼教我一次 我都不知道是怎樣的 然後我看這件事的時候 原來實在真的很祝福我們 特別是祝福他們一家人和平安的 又來到香港又來到美國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 不單止會顧我們一室我們自己家的 已經應該會顧我們自己的祖國 究竟過去這百多兩百年的時間 中國受那麼多的苦難 究竟對我們今時今日 我們應該怎樣去處理這些的事 我們怎樣去看回顧這些的日子 這些事情不過已經過去了 跟我們沒有什麼關係了 還是我們只是純粹面向將來 舊的東西我們不看 是不是這樣呢 我今天特別想跟大家去看這個大德心 我想我也需要交代一下 為什麼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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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現在 我現在教處的那個學校 我們差不多有三千多學生的中國學生 在中國來我們那裡讀書的 有些是在短短的時間而已 很多時候對這班學生的講福音實在重複 因為他們很多他們從來都沒見過聖經 從來一世都沒見過聖經 有些人是宗聖什麼的 他們對聖經是完全不認識的 他們只是見過在他們的故鄉 又有教堂 又有建築物 他們就知道這個是基督教的了 但是耶穌是誰他們不認識 更加不要跟他說大德心是誰了 所以很多時候我和你做一個接軌的時候 不是說基督教的信仰 不是說和你中國文化完全沒有關係的 其實是很多關係 我們今時今日的中國發展到今天這樣 其實都要多登這班的宣教士 如果沒有他們的話 我們什麼都沒有 所以我就花了一段都不短的時間 做了這一套幻登演 希望有同大家去崩崩 我每次講這一套 我其實已經闖了兩三次 即是在學校裏面 做一個圓堂的人 但是每一次都 有很多人回來就回來問他 他說這件事是真的 真是這樣 即是當你說到我們中國歷史的時候 很多人都覺得很詫異 原來我們中國歷史發展到今時今日 去到這樣 原來和這班人是有這麼多的關係 所以我今天講完之後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就覺得如果你接觸到很多中國來的學生的話 你儘管拿回去 你儘管拿回去 你和你周圍的朋友 特別是和中國來的學生 學者 他們那班人和他們分享這個故事 我今天就提到這個大吉生 他們是一個白郡之白 即是紅蘇綠眼 即是金頭髮 或眼睛的一個鬼佬 英國人 他出生是1832年 今天就問大家 香港人來 香港何時割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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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就割釀香港 然後第二次鴉片戰爭 1960年打了第二次鴉片戰爭 接著就割釀九龍半島 然後再去鴿五戰爭 在1895年的時候 就直接割釀 將新界租借99年給英國 當年到1997就回歸了 整個香港都回歸了 但是我們看回這段歷史的時候 我們首先要顧一下這段歷史 他當時出生的時候 正是鴉片戰爭的年頭 英國人當時是全世界最有錢的國家 到處這裡搶那裡搶 然後為什麼會這麼嚴重呢 因為當時 看看大家的歷史 美國什麼時候留國的 1776年 1776年 1776年就留國 當時就將英國人趕出去 英國人趕回去之後 他們立刻就開始大戰了 一打打了三十年仗 又跟八國人打仗 不斷地打仗 打了很多年 打到最後一百零四年 到這個拿破崙登基做皇帝 接著一直跟他們打 再打了差不多十年仗 到一百一二年 滑鐵盧之役 就大敗 拿破崙大敗 接著英國就變成戰勝國 變成戰勝國之後 就大件事了 通過膨脹的不得了 像現在美國這樣 借下很多債 跟他們打仗 所有債務的問題 沒有辦法解決 結果就想到一條絕條出來 可以解決 立刻解決他的經濟問題 就是賣鴉片 所以就把所有的鴉片官 盡量發展鴉片工業 把所有的鴉片運到來中國 運到來廣州一帶 有些大箱船 一箱一箱一箱 一箱一箱的鴉片鏈 第一次是鴉片戰爭 我想這件事大家都應該很熟悉 如果你們不知道的說話 找一次回到東莞 看看那個鴉片戰爭 一百四年 如果大家不記得 不知道的說話 就找一次回到東莞 有個鴉片戰爭紀念館 看回當時虎門燒煙 怎樣燒白 還不適合當時 怎樣去保家衛國 結果要發貴邊疆 死不死在新疆 究竟這件事 對我們中學來說 當然就是 扣響第一次的大門 中國封閉了幾百年了 到今時今日終於要開門 不開不行了 因為船堅炮來 鐵甲艦 火船大炮 打進入中國 沒有辦法 林則徐當時要燒鴉片 去到虎門 將這些艱 倒入海 加上鹽 虎門燒煙 但是很可惜 這場 接著就大戰 接著英國人說 你為甚麼燒我鴉片 你為甚麼要搶我的貨物 結果 一路一路打進來廣州 我想當時的所謂的通診 大家都聽過很多 當時的英國兩港總督 他們說 那些鬼佬很怕骯髒 所以我們把廣州 所有的馬桶 搬出來圍著廣州城 當時那些大炮打到來的時候 一炮打過去 周圍都是這樣的事 他們說這些中國人做甚麼 這樣打仗 原來 結果很快 幾天之間佔領廣州 接著呢 精政府就投降 接著淺澜川 娃娃笙 在這事之後 帯德生幾歲大 當時的中國已經變為一個 ソ Substitium 從烧$ Shiny 不收高的時候 每個人都在攤炊在那裡 吹大äsident AM 中共拾大 células 他信了耶穌之後 他就說我仍然要講英國人 我是維義 我自己做英國人維維 所以我們是做公務員的 他就沒有想過要去什麼中國 他沒有想過這些東西 後來他就信了耶穌之後 18歲那年他聽別人講道 聽別人講道的話 中國每一天死幾多萬人 應該死幾多萬 你知不知道今天中國一天死幾多人 中國今天一天死幾多人 知不知道 那是大胎那些 不是大胎那些 中國大約死三百多萬 那你十三億人口 那你一天死三百多萬不多 就是你要這樣計算 其實不是很多 就是特別是中國年紀大的 還有很多衛生的狀況 一些少數民族 很多的其實死了很多人 那當時大約生他們就覺得說 哇 中國死這麼多人 這麼多人都沒有聽過福音的 我怎樣都要去這個地方 那當時他們就立定志向 我說我一定要去這個地方 我可以去那裏傳導 他沒有想過別的事情 我就是要去那裏 我一生的目的就是 要去中國那個地方傳導 然後他就直至入了醫學院 然後他在醫學院 一不如當時不是現在的醫學院 要到幾年才畢業 當時兩年就畢業了 然後他就單槍匹馬走去中國 當時他來到中國的時候很誇張 當時的年頭 因為中國還要留著邊 帶著福袍等等 他就隨著這些船 搭了五個月頭船去到上海 不是我們現在坐飛機去的 我們坐五個小時 我們說腰骨痛 當時搭五個月頭船 然後就經過好望角 經過非洲去到印度 經過馬六甲海 走下去到廣州 再搭船去到上海 坐了五個月頭船 然後就走到街頭傳福音 在街頭傳福音的時候 他講到新道的人都走光了 人們又不知道他講什麼 講西話 沒有人會聽他講什麼 後來他就嘗試很多 讀中文等等等等 嘗試用中文去到人講福音 結果他講到仍然沒有人聽他講 結果後來有一次 他講到或在街上講到 有一個人一直誇頭誇腦 一直聽他講 他就覺得 最少有一個人聽我說 他就說了 跟著講完之後 那些人都散了 他就找回一個人 他就說你聽我說 你有興趣聽我講福音 他說我是做財統的 我看見你 我一直在研究你這套衣服 為什麼你那些鬼魂穿衣服 有幾粒樓 有幾粒樓 有幾粒樓的衣服 要做什麼的 那些人說 你穿西裝 中間又開了你不凍的嗎 他就一直在想 究竟為什麼那些西服會這樣穿 他就很失望 他從改日開始 他說我要做一個中國人 我不做中國人的說話 這些中國人不會聽我說福音 當時就開始戴上波帽 留下一條邊 你不要以為很可愛 我們看電視看完 很漂亮而已 當時我們中國人留邊 你知道怎樣留的嗎 當你的頭髮留得很長 人家幫你混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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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有條邊 當時你試試回家 你不放什麼gel 什麼食物 你梳不到頭 中國人哪有鬼鬼鬼 白魚什麼食物 沒有的街 當時中國人是用豬油的 什麼是豬油的 你弄頂的豬油 你梳一條邊都是豬油的 真的要梳一條豬油上頭 然後再撿起來 然後再捲起來 就變了 靈靈的樣子 你叫那鬼鬼來到中 就留一條這樣的邊 直身就臭了一股豬油的味 然後他說 他最擔心的事情就是 中環的褲 因為中環的褲 不知道大家 沒有人見過 就是很團的 這麼大條褲 這樣接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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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地扣住 他說他最初的時候來到 他很怕會掉下來 因為扣不懂得摺 吃了很多苦頭 吃了很多苦頭 特別是最初的時候 來到1852年的時候 然後在1854年最後登陸上海 好了 在這件事上面 我想提起一點點關於中國歷史 這些可能要大家的老前輩交給我 1851年金田起業 這個洪秀荃在廣西金田 然後開始太平建國 然後這一場仗就很嚴重 因為如果大家讀歷史的話 你知道太平建國之前 當時做過人口統計 中國人口有4億3千萬人口 4億3千萬已經很厲害了 是當時 說的是百多年前的事 然後到這場仗打完之後 去到甲午戰爭的時候 中國人口只剩下2億 這一場仗 太平天國這場仗死了2億3千萬人口 所以千萬不要看少 當時打一場仗真的死了很多人 這場仗這個太平軍 當時就說是用基督教 然後就借基督教 就借掛藥和買狗肉 就搞他自己的革命 當時共產黨 又是這樣的英雄人物 就是另外一件事 但當時打了十幾年 由1851年 一路打到去 打這場仗打了十幾年 然後跟著他們連行人 一路打到南京 在南京頂到天津 一到南京又是大盜撒 其實你說我們中國人 經常說南京大盜撒 其實日本侵華打南京 死了三十萬人就是很失碎的 因為比起我們中國人 進去打南京的時候 根本就是小儀哥 因為洪秀全打了去南京的時候 大盜撒 後來李鴻章帶兵 到平頂太平天國的時候 一樣大盜撒 男女老幼全部都殺 寧慈處死什麼都做齊 當時第二次打到南京的時候 李鴻章打到他的時候 最少死七八十萬人 所以你說南京大盜撒 其實就是失碎的 我們中國人殺中國人才是最厲害的 當時整個中國都亂 整個中國都亂 即是一路打到南京 南方不斷的亂 然後回疆又亂 所以又念回之亂 然後去到江蘇打了又亂 然後多謝英國人 趁火打劫 當時馬上發動第二次的鴉片戰爭 然後英國和法國都 帶著兵 一路打到進來 從南方打到屋州 一路打到上來 去到北京 打到北京的時候 有幾多人看過那張電影的 《火燒元明園》 李韓祥做的 李韓祥做的 很多年前 打到進來 打到北京 當時行風皇帝沒有辦法 帶著太后 帶著個兵 就只有去抽收 即是去打獵 就走了去結合 跟著就一路 英國聯軍一路打入北京 火燒元明園 將我們中國所有的寶物寶貝 全部燒光 整個元明園當然燒光 如果大家有機會去北京元明園 就不准去看看這個地方 這個就是當時火燒元明園的遺跡 全部燒光了 就剩下幾條樹 幾條樑 一些徐環大廈 中國政府一直都保留到現在 就是這樣 當時中國差不多要亡國 差不多要亡國 因為北邊 北京的時候 英國聯軍已經打到 大孤口打到北京 南邊就是洪秀傳的太平之國 然後西邊就是回族要灌亂 整個中國都立立亂 死了很多人 打了很多仗 差不多整個中國都要亡國了 當時怎樣呢 這個英國人就找李鴻掌聊天 找一個洪秀傳聊天 走到南京 找一個洪秀傳 說你是天王 你是天王 如果我們幫你們 打倒滿洲政府的話 我們都應該分到多少好處 這個洪秀傳就跟他們說 我是耶穌的弟弟 所以我如果有一天 我得到江山的說話 我第一件事就是殺了這群洋鬼子 馬上就嚇到傻了 那群英國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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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剛剛才打完火燒全民院 馬上又回去幫忙 然後用洋槍、洋炮 然後一路把武器、武備 全部搬到北京 然後找李鴻章 就是登國盤李鴻章 帶兵來一路打打打到南京 然後全部都殺光 殺到清光為止 把所有的太平天國 甚麼東西都沒有 那你問當時 戴德森在哪裏呢 戴德森在哪裏呢 戴德森當時他説 我來到中國 國民不食民 我來到這個地方 看那些人日子在吹大陸 我來到這個地方 看那些人修約殘兵 怎樣跟英國人打呢 這樣落後 他們又沒有聽過福音 他說 我不再理這些東西了 你打仗 打甚麼都好 不關我的事 我只是去做傳福音 我只是希望有一日 中國人相信耶穌 這個國家會改變 只是望這件事 他想到甚麼都不做 他當時要上山下鄉 到處去傳福音 如果大家就懂得 一些溫州人的說話 這個很多 去到溫州的地方 要建立在內地會的時候 對那裏的傳福音 我堅持我的信仰 所有的政治 我全部都不看 我就堅持要對中國人傳福音 唯有這件事 是我一生人的託戶 讓上帝給我的託戶 我就只要對中國人傳福音 在這順帶一提 那段時間 在英國就真的很厲害 還不出兩個猛人 一個是阿克斯 一個是達爾文 這個不說了 過了很多年 到1884年 中法戰爭 這個是滿洲政府打贏的 唯一一場仗 和法國人打仗 當時法國人看見英國人 哇 這麼好處 整個印度都拼噴了 成為殖民地 那法國人說 我都不執書了 我都去打了 那樣 結果呢 就大兵打到去 這個亮山 就是越南 打到去北越 就是在雲南接界的地方 那他打到去的時候 然後呢 當時呢 中國人呢 就帶著雙槍仗 我都是 一支是煙槍 一支是火槍 這樣就打仗 然後呢 去到打仗的時候呢 其實大家都不知道 又是輸了 有什麼好打 那樣 結果呢 那個總督呢 就說 那這棚的人 聽話 這次怎麼都要打贏 不可以輸 然後呢 不給他吃飯便宜 那結果這棚的人 怎樣呢 那個煙槍都拿上去 那那個煙槍沒有煙 怎麼吃 怎麼燒呢 那樣 結果呢 那些鴉片煙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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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進口的時候呢 就頂著當先 就是有些鴉片煙味 那樣成的 然後呢 那些法國人呢 就拿著鏡鏡看來看 哇 那些中國人這麼厲害吃火藥 現在都吃火藥 都吃火藥 所以說 沒有得打 所以結果呢 就是中國呢 當時沒有鴉片煙食之下 所以硬打贏了一場仗 就是唯一的一場仗 就跟中法前進 满州政府 但是很可惜 因為當時呢 中國人就是太過落後 沒有電報的嘛 那種意思 立刻呢 快馬就發發李嘉賓呢 就回到北京的報信 那法國人有電報的嘛 那法國人呢 那法國人呢 打電報回到法國領事呢 就說我們其實輸了 不然你說什麼人聽 我們贏了 那你就立刻跟北京去簽條鑽 立刻就要割仗越南啊 等等等等的東西 那其實是輸了 就是其實法國人輸了 但是呢 那個電報原因呢 就是早一日報 所以簽了 條鑽都簽了 知不知道原來打贏獎 快得生當時呢 已經是完全不理這些這樣的事 那他呢 就是完全是著重於兩樣的 第一叫穿福音 第二叫除鴉片 你記住他一個英國人 紅蘇綠眼的一個英國人 他們當時英國人 要賣鴉片 捍衛中國人 但是呢 戴德森說我要救中國人 要除鴉片 我們要講福音 當時1888年呢 戴德森呢 開始一個世界大會 就是希望多些傳教士 和美國和英國呢 去到中國穿福音 那麼他呢 當時是當時的主席 那麼他當時說呢 這番的說話做結論 他說呢 在本大會在此 都是異徵嚴遲 那麼呢 就要對他們 阻達我們的看法 我們呢 呼籲我們政府 英國政府 我們要揭進所能全面 否則呢 不足以來 那些已經是造成 對中國人 無數的傷害 我們的道德社會 無可計算的傷害 我們要負擔責任 這個是我們做錯的 我們不可以去害中國人 去吃鴉劍 他說呢 我們已經害中國人 害了幾十年了 1840年 就是打加面戰爭 之前的十幾年 我們已經害了中國人 到處都是鴉劍福袖高了 我們不可以再這樣做下去 甚至乎呢 他寫信在英國的國會 他說呢 他說 我們沒有一個 這個世界上 沒有一種有道德 最基本道德的人 可以害另外一個民族 另外一個國家 害到這樣的地步 所以他不斷的寫信 幾十年之間 一方面都傳不到 一方面之間 他不斷的寫信 回到英國 他說你們不要賣鴉片 不要再賣鴉片 去中國 他甚至乎 當時邀請他回到英國國會 去演講 他說你們不要再賣鴉片 當然沒有人聽他講 當時英國正是強大的時候 沒有人聽他講 在這裡順帶一提他的媒夫 他當時 戴德森有個媒夫 他從來沒有來過中國 但是他一直在後面 在英國不斷支持戴德森的工作 他當時一帶發言寫了一本書 《黑食鴉片的真相》 用英文來寫 派給全英國人 他說我們知道這個 原來鴉片是這麼毒的事情的時候 我們要傳聞他反對這件事 不可以將鴉片再賣去中國 然後1904年 然後再寫另一本書 這個是我們的愚蠢 我們不可以這樣做的 然後到1908年 江瑞臨死之前 他們最後下令我十年內 要禁接鴉片 當年這件事沒有發生 結果怎麼樣呢 到1910年的時候 到最後那麼多人 他已經在訂籌訊 就是斷氣了 他臨斷氣之前 他的兒子馬上跑來 他說時代雜誌剛剛開始 那時候我不記得 是第幾個時代雜誌 即是最初的時候 他就在中間發現了一整個文章 他就說 鴉片終於在中國要禁銷了 不可以再在中國買鴉片 他聽完這句話才斷氣 然後到1917年的時候 最後就是禁止鴉片 為什麼禁止鴉片 因為打第一次世界大戰 然後回到1858年 當時正直已經打到 戰火連堅在北京 八國英法聯軍打到北京的時候 戴德生就娶了這個老婆 娶了這個老婆 很特別的一件事 就是戴德生在中國 51年 她來中國 傳福音 她死在中國 她葬在中國 她老婆葬在中國 死在中國 她四個子女 死在中國 葬在中國 1886年 1886年 然後 當時戴德生 就召集了在美國 當時她已經是 跟美國很多的關係 美國很多的教會有關係 就召集了一百個宣教士 來到中國 這個是有史料可查的一件事 就是來中國 盡量把福音傳給中國 但是當然這個好景不常 很快就踏入我們中國的一個 最慘烈的一次的戰爭 大約一百年前 所謂甲午戰爭 當時李鴻章和東國凡兩國 說要富強 我們要維新運動 所以我們要做這個洋槍洋炮 以私而知技以制而 我們要用盡這些辦法 我們就是說 中體西容 就是我們這些人 只不過我們的船不堅 炮不利 我們沒有那些火藥大炮 所以我們用三十年時間 將它建立起我們的海軍 建立起我們的軍隊 我們想著我們就 再沒有敵的了 沒有人再欺負我們了 當年還加上這個 就是中法戰爭 打贏了長將之後 就更加有信心了 我現在所有的洋槍洋炮 我都有了 我怎會怕這些洋人呢 那當時呢 日本就覺得 看看怎樣 看看怎樣 我就儘管試一下 你們中國人 是不是真的這麼厲害 當時中國 跟德國買了兩艘巡洋艦 在德國訂製鐵甲艦 真的用鐵甲來造 這兩艘戰艦 當時 1894年的時候 是認為全世界 包括英美在內 最先進的戰艦 然後跟著呢 上面加了兩艘炮 這兩艘炮 這個雖遠 號上面的兩艘炮 是當時全世界最先進的大炮 打得最遠 火藥最多的大炮 當時想著是絕對不會輸給它 怎可能輸給一個小日本 我們現在船堅炮利 終於有一人 是這樣的 怎可能輸給日本 但當年所謂中體西勇的意思 就是我們仍然用回中國的戰略 用回中國的兵法 只不過我們用回火船大炮的意思 就是這個所謂中體西勇 其實大家先讓東西走不通 中體是怎麽可能西勇呢 西體是怎麽可能中勇呢 就是等於很多年前 那些人講笑話 就是那些全教士去到非洲 有某食人族對他們講福音 他們最初是食人的 後來就信了耶穌 那幾年宣教士又回到那個食人族 就看看你們還吃不食人 他就說 師兄 我現在只加茄汁吃 這個就是中體西勇的意思 你知道走不通 但是當時中國人就很驕慕 心態上就很驕慕 我現在起了這麽多個大炮 這麽多個炮台 大沽口 然後為海衛所喝這個大炮 我們幫朝鮮打仗 我怎麽會輸給小日本 結果就真是打開這個隔五戰爭 日本真是打到了 當時打到朝鮮 打到去漢城 打到去平壤 然後跟他完全無得打 無得抵抗 當時建立兩支艦隊 南洋艦隊和北洋艦隊 南洋艦隊一開始已經沉詐 無得打了 只剩下北洋艦隊 當時所謂這個船堅炮利 最好全世界最先進的鐵甲艦 和日本打仗 沒有可能會輸的 怎麽會輸呢 結果一開始打仗 你發現當時 我們中國人還是那些很傳統的戰略 火藥握在炮桶裏面 然後發現原來那些火藥有半是泥沙 那些人袋下袋 那些官員有半袋下袋 一半是泥沙 一半是火藥 那些鐵桶 那些大鐵球 塞塞塞塞塞 塞塞 塞到那麽上緊 才砰 一個大炮打出去 那些日本戰艦當時很小 但是根本完全沒有辦法去招架之力 完全沒有辦法 那所以當時 日本和中國打的時候 他們打了所謂開花大炮 就是我們中國人打了一個鐵球 砰的飛過去 希望打沉 打一個洞或者怎樣 打沉人家的船 那當時日本人做的開花大炮 就是一個鐵殼 裏面有很多鐵釘等等的東西 一打打就砰 一聲就有很多東西彈出來 結果戰艦都全部沉了 那當時最後一場仗 這個我演戲都大家看過了 鄧世昌這一役 當時只剩下最後這隻戰艦 什麼都沒有了 這是志遠號 當時鄧世昌 撞聶殊國的話 我看見日本人已經打沉我們所有戰艦 現在剩下這一隻戰艦 沒有辦法了 看盡馬力 然後衝上去 想撞沉人家那隻戰艦 撞沉人家那些主力艦 當時全軍沽沒 百五十人的官兵 全部撞身大海 中國打完這場仗之後 真的什麼都沒有了 從民族的自尊 民族的尊嚴 從什麼國家的 什麼和人談判的籌碼 什麼都沒有了 所以很多時候 我一講到這場仗的時候 我都提醒很多人 千萬不要叫余台 貿後面和人們打仗 你現在以為一定打得贏少日本 到真的打仗的時候 沒有贏家 只有輸家 這場仗對中國應該很大 因為當時打完這場仗之後 就割任台灣 然後輸了這場仗之後 我們就沒有了韓國了 整個北韓、南韓 全部割任給日本了 近五十年 在鐵棋底下的韓國 受日本的控制 所有的慰安婦 什麼事情 所有大家想得出的恐怖的事 都發生在朝鮮 已經發生在我們中國的地方 在台灣 一直到現在都沒有 到現在都沒有 回到祖國 這是我的故事 就不說了 這場仗之後 戴德森的團隊 當時是 好像忽然間大門大開了 中國輸了 什麼仗都輸了 所有五口通雙 一定要被洋員進來了 忽然間他們覺得 好像我們把福音傳入來了 結果他們就在美國 招了很大班的宣教士 進去中國 開始內地會 去到陝西 去到新疆 去到雲南 去到四川 全個中國來 對那個人來講福音 亦都死了很多天 他要求所有這些宣教士 進來的時候 他說有一個條件 你一定要明白一件事 第一 你一定要穿長 唐裝 穿大個博帽 穿長衫 另外一件事 如果發生什麼事 你一定不可以告官 你死就死在那裏 不是他一個人 還要成家 你帶老婆子 你死就死在那裏 你不可以告官 無論當地的人民 對你做錯了什麼事都好 怎樣去騙你 逼你 你都不可以告官 因為如果你這樣做的話 福音永遠不能夠進入中國 所以他們每一個人 立定生子 好像簽了生死葬 那樣 我就要進入中國 我死就死在中國 不要緊 我最緊要就是 將這個福音傳給中國人 禁戰爭之後 然後跟著 中國所有的什麼東西都沒有了 然後中國人當時 所有的是什麼東西呢 到最後 只有鬼神之說 就去到二和全發生 這場仗跟著很快 打完仗 1995年 然後割上台灣 割上北韓 應該這個韓朝鮮之後 中國人 什麼都沒有了 到最後 靠二和全打仗 二和全一開始的時候 這場仗就很恐怖 這場仗就很恐怖 因為他明知道 我們沒有辦法 打一個洋槍 沒有辦法打一個洋槍洋炮 所以我們唯一一個辦法 就是殺孫教士 當時他們立定心 我就是要殺了孫教士 殺了所有人 我看到鬼人我都殺了他 這場仗 很多人害怕 這個二和全一開始起的時候 先在山東 先在山東的地方 然後做造反 跟著就做阿頭 袁世凱說 你搞事還搞事 你永遠不要在我地盤搞事 你全部給我滾 所以這個二和全就離開山東 跑到北京去見自己太后 大家都記得那個故事 就在英國知禁城裏面 表演給自己太后看 即是說我槍炮不入 刀槍不入 然後神打又什麼 算不通上身 諸如此類的那些 跟著自己太后都信以為真 但自己太后心裏面有一條素 他知道你這盤人是有政治目的的 所以他就說你都不是一個人在 不如你去旁邊山西去看 怎樣才算 他們去到山西的時候 當時就有這個浴然 就是當時的守軍在山東 山東下緣 他們在山東下緣的時候 這個浴然還未見過鬼佬 但他的新聞紙是一樣的 他們就說所有鬼佬都是衰人 一定要殺 殺得就殺 不可以留下一個 所以他一去上任的時候 然後二和團來到 他說對好了 正是時候 那怎樣呢 他就寫信給當時當地太原 當時這個內地會 在太原有一個住地在那裏 有一個地方在那裏 開始傳福音 那在太原 他們寫信給所有的宣教士 他說你們都來 我有話跟你們說 都來 帶你老婆子女來 全部都來 來到我太原 太原的衙門裏面 這個就是今時今日 你看到太原 這個山西太原的衙門 但是一進來之後 全部冰丁傷 所有大廣場的門 全部關掉 然後走下來 全部凌池處死 一個不樂 當時 在打側生的團隊裏面 死了59人 再加上他們的老婆子女 全部死在那個地方 後來有個寶母 那你強行救了兩個小孩出來 然後他就這樣 如果你不知道靈池處死的話 你就回去找一本書 那個去年 諾貝爾文學長 莫賢寫的一本書 就說 你去看看他的書 說得很清楚 所謂殺千刀 千刀掛這些 殺一千刀 然後才讓你斷棄 然後殺 會割一塊肉出來 就要口淡其肉 就是吞了它 恨這個人恨到這樣 當時整個衙門 全部都是血 帶德生的團隊 全部死了 很多人其實和他們一起 一起去到中國 建立這個宣教事業 現在什麼人都死了 還死到慘到這樣 這個帶德生很難過 後來也有人寫出來 他說這班的宣教士 在衙門裏面 當日都輪到你了 他唱著聖詩 然後走出去 一個一個就死在那個船上 殺頭的有 真真正串連的 串連就是寧次處死 也都有 什麼人都有 死了 那麼難死了就算 當時大家都失望 覺得沒有了 中國沒有了 到這裏已經是 完結了 我們所有的工作 在這裏都做完了 既然中國人 用這個福音的說話 我們還在這裏做什麼 我們要死的人 已經死殺 連那些小孩都死了 在這個地方 我們還可以做什麼 你看這群鬼佬 這群鬼佬 全都沒有紅棗綠眼 穿著帽帽 穿著長衣 然後來到我們中國 看到有女人 有小孩 當時在太原教案以前 所發生的那群人 有警惑的照片 這家人是英國宣教士 這群是鄭帥姆的宣教士 他一家人 兩個小孩 三個出生沒多久 全部死在 那當然這些事 不會就不了了之 英國政府 美國政府 加上另外六個國家 八國聯軍 就打到北京 因為太原教案的原因 死了這麼多的宣教士 直顧開始大的軍隊 就打到我們中國 為何這群人願意死在中國 正經裡面有一句說話 不是我們愛上帝 是上帝先愛我們 這個就是真真正正的愛 一粒墨子如果落在地裏 死了形狗是一粒 若果死了的說話 若是死了的說話 這群宣教士 若果真是死了的說話 若果真是死了的說話 因為中國已經結束了什麼都沒有了 但是同一個時候 上帝能夠將苦難 變成一個很大的祝福 1900年 最後八國聯軍 打進來大孤口 打進來中國的大孤口 接著就進來天津 天津一直打到北京 四十里路裡面 然後義和團的人 血肉之軀擋住 刀槍大炮 當然是完全不堪一擊 一路沿途進來 所有殺的死的不計其數 沒有辦法計算到現在 沒有辦法計算 究竟死了多少人 一路打進來北京 然後你看見 軍隊進來知禁城 然後那些鬼人進去 進去田青宮 進去知禁城 坐在皇位上面 當時自己太后 就扔死了真飛 在這條井之後 捉住光碎王 就一路出途 去到西安 如果大家有機會去西安的話 一定要看看這個地方 就是青根寺 現在你還看到那間房 當時自己太后住的地方 還有一件值得去看的 就是在西安有一個地方叫碑林 碑林就是那些大石碑 就是那些中國全世界最大的字典 在大石碑那裡 碑林就是石碑的碑 就是樹林的林 如果大家留心看的說話 那個碑戰是少了一撇的 為甚麼少了一撇呢 那個故事就是當時林則徐 就是在家片戰爭之後 被解放了自己太后 就是當時的皇帝 要發配邊疆 從廣州一直發配到新疆 途中經過西安 經過西安的時候 人家就請他幫他提點 寫了碑林這兩個字 放個大招牌 寫少了一撇 他說這一撇是甚麼呢 就是香港 我們割讓香港了 我們現在沒有了一撇 這個林碑 我故意寫成這樣 其實為甚麼叫做林碑 你看見中國通常沒有字 是左字右寫 反過來寫 其實不是碑林 是林碑 現在我姓林的 我為著中國少了這一撇而悲哀 大國聯軍打到中國 搶樑 奸殺 甚麼事都出齊 當時的士大夫說 我死了死在中國 自殺的不計其數 打了進去皇宮裏面 然後跟著 所有出殿 京城裏面 所有的婦女 全監殺 甚麼事都出齊 然後最恐怖的地方 就是德國 德國的佔領區 法國佔領區 最恐怖的地方 當時死的人 真是沒有人知道 到處都是屍骸 到處都是死屍 想不到 由1860年 經法連軍打到火燒完 寧院之後 過了40年 到1900年 被洋人打進來北京 火燒了北京 進來北京 是很恐怖的 當時早上到7點 終於打到天安門 打到五門 即是天安門的船 然後跟著 當時美國軍隊 第一支軍隊 打了進來 跟著 已經裝好兩盆大炮 然後隨時等 等上面 下命令的說話 就開炮 打到天安門的船 忽然之間 到7點鐘的時候 上面下命令 不准打 防攻裏面的天空 一定不可以有大炮 不可以有炮火 所有都要停火 救回當時的子任城 否則今天去北京 就甚麼都沒有了 當時美國的軍隊 停在那裡 沒有打到第一炮 軍隊最後都操進去子任城 接著過了很短的時間 終於以和 所謂金之賠本 金手簽 簽這個金手條約 當時法國的領袖 還有一個老爺 知道是誰 李鴻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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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鴻章和我們簽簽的庚子賠本 當時賠多少呢 是賠4億5千萬兩白銀 這條數目 這條數目打下來 已經算了 八國五年的時候 就不止八國 還有一些小國家 沒有計算進去 你看看 德國 奧地利 美國 法國 英國 意大利 日本 俄羅斯 所有賠本的錢 然後合計的外幣 究竟要賠多少錢 這條數目打算了 當年最幸福這條人 還是說要賠的 當時中國很慘 真的什麼東西都燒光 當時南方也要搞獨立 張之棟 那些東西要在南方來搞 中國真是已經去到一個地步 真是要亡國 這一次走不掉 但是當時發生了一件很微妙的事 當然如果你看看法國聯軍 打到中國的時候 真是很慘 所有的搶了 劫了 什麼都殺了 強姦 什麼都做齊 很慘 很慘 其實我應該再加多兩個國家 澳洲和紐西蘭都有份 但是他們這群人吃水味 當時人家已經打到北京 他才剛好在天津登陸 所以收不住 所以大家如果有機會去澳洲 去梅拉的旅行 你看看各個國家博物館 還不找到見到那些同錢仔 什麼都收不到 就收到這些了 當時很慘 錢就沒有了 結果美國這三千多萬兩 後來出了一個很有趣的故事 這個故事我們中國很多人 還沒有留意過不知道這筆錢 究竟去了哪裏 三千多萬兩 三千多萬兩 當時美國領事 當時他怎麼看這筆錢 好了 有看到 他當時馬上找回法德森 德森你來了 你們的團隊 你們的內地會 死了這麼多人 這筆錢我賠給你 你拿去 不是我荷包 不是我屠腰包出來的 是中國政府要賠給我們的 你拿去 但德森說這個中國人的血 我不能夠碰這個錢 我如果拿你這個錢的說明 我們永遠不能夠將福音傳給中國人 這個錢我不要 你拿回去 那個領事嚇到笑起 他說你不要 錢不是我的 你不要 你不要 要那是怎樣 這個美國領事沒有辦法 美國召開一個全國的教會大會 然後那個領事就給他們說 他說這筆錢 中國政府賠回我們 這筆錢是 很多很多你們的宣教師的家人 全部都死了 這筆錢賠給你們 你們拿去 當時美國的教會大會 開了幾天會 到最後他們決定 我們都是不要 這筆錢我們都是不能夠要 我們要我們怎樣 對中國人傳福音 我們已經殺了人家那麼多人 死了那麼多人 流了那麼多血 我們打到別人 整個國家都散了 你還要別人的錢 你怎樣過意得去 所以當時我們不要 這筆錢我們不要 那你不要做甚麼 這個領事嚇到傻了 我說你不要 錢是的 你不要 你不要這樣怎樣 當時這筆錢 結果大家就說 我們將這筆錢 賠回中外人 我們用另一個方法 賠回中外人 當時 1901年 就是剛剛簽署了 法國聯軍的金錢 回本之後 山西秦府 當時拿到這筆錢 就開始建立大學 當時的山西大學堂 就是其中一間大學 當時中國只有三間大學 有三間大學 這個是最先進的大學 當然當時是有 這個金錢大學堂 但是金錢大學堂 其實是政府 就是各自監禮 那間不算 當時就有三間的大學 然後這個是其中一間 就是山西大學 現在的三西大學 就是以前的山西大學堂 就開設了這間大學 第二間 這個是現在的 山西大學的正門 還留在一個牌子 當時就是庚子賠款 那筆錢回來 美國的錢回來中國 這個是現在 你去到的 山西大學的大門口 另外還有這一間 還有這一間 你知道我講到這一間大學的時候 所有人都 即是 馬上坐 說什麼 你說什麼 清華大學 清華大學的錢是這樣來的嗎 沒有人想過 沒有人聽過 如果大家現在回去 找回清華大學的網站 你都看不見這些事情 中國政府也不會講這件事 但是當時的錢 其實去了哪裏呢 當時的錢 實質上開了三間大學 一間就是山西大學堂 另外一間就是北洋大學 北洋大學堂 就是現在的天津大學 還有一筆錢 就是開了這一間大學 你知道嗎 如果沒有這間大學的說話 我們中國人到今時今日 我們還在讀人之初性 性相近 我們還在讀這些 我們去哪裏找 我們去哪裏找科技班 我們去哪裏 有繼續到今時今日 我們現在說上太空了 哪一個做出來的 當時很多人覺得很奇怪 這些洋教士來到中國 死了啦 那一塊樹 什麼人都死了 那一塊樹 中國沒有希望的了 但是上帝 連基督徒都不信中國有希望 但是上帝 將一個這麼大的苦難 一轉 成為今時今日我們中國 今時今日我們能夠上太空 能夠去 能夠派陽理會上太空 怎樣來的 都是靠這班的宣教士 當我講到這裏的時候 我真的所有學生都醒了 真的有這樣的事 我當時我對那班中國學生 講過 你知道嗎 我們要師緣 我們中國人 我們經常都說要 要敬祖歸宗 我們中國人要有恩德報 我們廣為人 我說你記住這句說話 我們今時今日有中國的今日 就是因為當時這班宣教士 他們死在中國 所以才有清華大學 才有今時今日的科技 這間是天津大學 中國就亡國了 開始民國了 孫中山開始搞辛亥革命 1905年戴德生 第十一次回到中國 他在中國傳福音五十一年 去到最後的死在中國 他一直都沒有亡懷中國 這班黃皮膚黑頭髮的人 對我一個金頭髮眼睛的人 為何我對他們有這樣的感情呢 戴德生在中國五十一年 創立了傳道會 派過了八百名宣教師來中國 建立了一百二十五間的學校 中小學校 當時小朋友有機會讀書 十人女生有機會讀書 要多謝戴德生 如果不是今時今日 可能中國還是紮緊腳 1905年6月3日 他在當地廣道 然後他下午回到自己的房間 然後他就死在那個地方 他在湖南長沙去世 然後埋葬在江蘇鎮江的地方 在長江邊上 他老婆和四個子女 合葬在一個地方 這個地方很可惜 雲甲的時候已經完全破壞了 亦都無法去找回哪一處 最後只找回這個碑 上面刻著戴德生和他的家人 就是來我們中國 死在中國 他是一個醫生 幫助很多人 他是來到中國 他奉勸他的一生 為了中國 順帶在這裡提到一件事 到上個月 4月 4月 剛剛2013年的4月 剛剛找回那個墓 終於找回那個墓 在長江邊上 1908年他死了之後 第三年 青光碎下子 十年之內 一切在英國人的開始 將鴉片傳入中國 亦都是一個英國人 最後寫信 會不斷地迫迫英國政府 停止販賣鴉片 最後成功 為甚麼呢 都是這班宣教士 為了愛中國人 這個是《人民日報》所出版的一本書 《戴德生自傳》 將愛帶來中國 他講到在英國 這個帝國主義國家 卻竟然出現了一個這樣的宣教士 《人民日報》寫了 不是我講的 他不僅是一個宣教士 他是一個醫生 人心人術全導醫病 他的腳奔走在崎嶇的道路上面 在泥林之中 在太平天降戰役的炮果底下 背負著這個沉重的書包 盡他的本分 忍耐了服侍不同膚色的人 中國人對他誤會 反對 欺詐 迫害 他都安靜的感受 他沒有報復過 不僅是戴德生 戴德生整個團隊都是這樣做的 這個是戴德生的兒子 戴傳人 然後在下一代到戴永綿 然後到戴曉珍 這個是戴曉珍 他剛剛死了幾年 然後這個是戴繼宗 就是現在我在波士頓 去那個禮拜堂的牧師 是我們禮拜堂 派他回去 他一家人 五代在中國 都是紅蘇六眼的 然後他們這一家人 西世代代都要服侍中國人 如果大家有機會 聽到戴繼宗廣道的說話 如果你看到那個人 你只是聽到百聲 你會想到那個中國人 他是百分之八的中國人 但是他是紅蘇六眼的鬼佬 這個是他的家人 這個是戴兆珍 這個是戴繼宗 承書 就是約書雅 即是繼承約書雅的遺願 我們上個福音 戴給中國人 在這裏我也想加多一段 這段我覺得是很有意思 我們留了這段說話 我們真的不見識大家 對我們中國人的恩惠 這個是中央電台 這個是中央電台 在2004年的時候 做了一個紀錄片 當時就說一個遺言集終極 即是在山東省有一個地方 當時日本打到中央的時候 就在那裏困住那個楊教士 中央人 死了很多人在這裏 包括大家 讀一個 Erik Lall 烈火戰車的故事的時候 這個主角也死在維瑜 就是中夕 那當時是怎樣的呢 1929年 1929年 再過了幾年 就是到這個 1929年 再過了幾年 就是到七七爐蟲蝶 就是到三七爺的時候 然後這件事 就是講到戴兆曾 就是戴兆曾 就是他的曾孫 他和他的父母 就來到河南開封 然後那裏就開了開封的政經學院 在那裏做附近工作 可能開封就是以前宋朝的首都 然後呢 其實戴兆曾是在中國出生 他在中國出生 他講中國話 1937年 日軍侵華 七七塗溝條的事件 當時很混亂 但是日本人就說 我放過你的外國人 你放心沒事 你可以繼續留在中國 你全教做什麽都好 你知道你的事 我不管 我只是要打中國的 結果他的家人 繼續留在中國 然後他繼續在開封的 這個政經學院那裏 在那裏來教書 在訓練宣教士 有一天 這個日軍 大支的軍隊 終於打到來開封了 當時日本說 要三個月內打封中國 所以接著就七七爐溝橋 四含倉庫 火燒四含倉庫等等 那些大家都知道的歷史 那三七年的時候 已經打到她開封 打到河南開封 那當時就忽然之間 有一天早上 就有千多個當地的婦女 跑到這個聖經堂面裡面 就全部進去 然後逃避日軍 因為日軍當時只有殺 只有強姦 沒有什麽可以做的 這班人 結果戴兆禎就說 你全部的官員進來 然後關上大門 就站在門口等日軍 結果日軍真的開支軍隊 去到門口了 那怎樣呢 那戴兆禎一呼敵萬軍 他站在門口 他跟日本的軍官說 我只會說三句說話 就是 拜拜 多謝 拜拜 早晨 我只會說這兩句說話 那個日軍 看見鬼佬 在學講日畫 日本文 他們一笑自知 然後轉頭 大軍就走了 當時在這個地方 救了千多個婦女 在聖經學院裡面 當時越來越嚴 當時還未開始 過多幾年之後 1942年開始 當時就要偷襲根珠港 偷襲根珠港 就是打開太平洋的戰幕 當時在1940年的時候 已經很緊張 當時已經很緊張 因為當時日本 想著已經隨時要 跟英國人打仗 所以香港當時還未淪陷 香港一直都還是維持香港 現在到了1942年 香港才淪陷 那年聖誕前 去到1940年的時候 但是已經很緊張 那個局勢已經太緊張 因為德國已經開始打進去蘇聯 這個戴詠面 他就戴上的孫子 當時在聖經學院裡面 他說我們走吧 我們都是走 他走去買船飛 因為他老婆是美國人 他想著帶一家人 離開這個地方 因為真的打到來了 當時已經收得很緊 這個地方 他每一天出城去買菜的時候 都要被人搜身 戴詠面的老婆 他說當時已經太危急 我們不走不行 戴詠珍跟著老婆去買船飛 但是他去了之後 船飛買到了 這個戴詠面在家裡 一直祈禱 他說我走不走 船飛有 現在我們可以去美國 他當時說了一句說話 他說在中國最困難的時候 離開中國 我的良心不安 他說了這句說話 跟著他帶了兒子 回去退回船飛 我們不走 我們就留在這裏 我們就繼續留在這裏 中國人死了 我們跟他一起死 這家鬼澳 就留在中國 在開封的地方 結果差點得上所願 結果日本真的打進來開封 然後揭開了太平洋的戰盟 跟著日本就抓了 他戴上的老闆車 戴上的兒子 抓了他 然後抓了戴詠珍 他戴上去 他戴上去